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 与四十真相不符合 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是有过失 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一句 这个开经经讲 愿皆如来真是义 这句话重要 你把佛的意思错解 这是大乘经 这个不是小乘经 大乘经是菩萨修的 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 可以 华严经是最殊胜的 里面当机 就说的大乘凡夫 凡夫可以修修 凡夫可以修菩萨法 可以修如来古地上的法文 这个佛法才是圆容无碍 但是你一定要法大心 大心就是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这就是大心 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 那么由此可知 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 这个读 决定不是说 我们看着本子 把经念一遍 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 要怎么读法呢 读了要能解其意 截了要能依教奉行 你看 每一步经到最后 信受奉行 这四个字做不到 你一听 都一半遍 也没有处 念福 古德 封刺 说寒破喉咙也往然 读经也一样 也是寒破喉咙也往然 读经要一教奉行 念福也要一教奉行 听到这一句佛号 看到这种佛像 就要想起 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 是借这个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福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要把这些教训 在生活里面去兑现 不但自己要这样做 还要劝导别人 一起来做 这一教读经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月当中 你去念十遍 你不会忘记 你看 佛教我们出家人 持戒 借戒经 每半个月要念一次 为什么呢 怕忘掉了 半个月再送一次 复习一遍 要一教奉行 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 韩山时德 风刺 半月松节 那个风刺的意思是什么 只会 半月念一遍 平常 一条都做不到 那有什么用处 应当是 迢迢要遵守 迢迢要做到才对 读经 也是 地藏经上 所教导我们这些 理论 原则 方法 要做 这个比 半月松节 还要殊胜的 借经一个月 才念两遍 这一个月 叫你念十遍 那我们现在 不念这个 地藏经 我们改念 无量寿经 行不行呢 行 无量寿经 包括了 地藏经 无量寿经 实在讲 无所不报 整个佛法 都浓缩在 无量寿经上 我有一年 在美国 讲这个 地藏经大义 在美国 东岸 几个城市